好 問多些教授 其實想問回 其實剛才都在節目裡提過 希望今天由第一批有秘魯回來 那批香港人可以做這個檢測 即是等他們有了結果才可以回到街區隔離 那裏會不會有多些細節可以說回 因為其實那班機今天下午還會回來 其實是否有足夠的人能去應付呢 另外就是想問剛才節目裡也提過 就是學法律醫生也介紹說有一部機 就可以給一些私人發言去做 那那些程式是怎樣的呢 即一部機的錢多久就會知道結果 以及私階身容不可以看到那部機 好 首先現在我們在機場裏面 已經在做一個檢測的措施 就是無論有症狀或者沒有症狀的旅客 他來到都需要做一個測試的 檢測了就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患病了 如果患病的話就馬上送去醫院 不過現在我們的做法呢 就是如果他沒有症狀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求他回家就留這個退疫的 那明天 明天 明天 那他就送回去這個患病那裏 不過呢 我們有個決心呢 很希望能夠做到呢 就 因為始終有小部分的市民 好像剛才我們在電台那裏呼籲呢 不是那麽聽話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能夠做到呢 就是百分之一百 那所以怎樣能夠做到呢 那我們就一定要在機場那裏 我們做好把關的功夫 那所以我們希望由秘魯這班機開始呢 我們就先試一下這個流程先 就看一下可不可以呢 就要求那些旅客呢 就在機場我們那個檢測中心 就是在阿博那裏的檢測中心呢 就他要等到那個結果 如果他要陰性呢 先回家裏做這個家居檢疫 那如果能夠做到的話呢 那我們就連那小部分 不願意交這個退疫的市民呢 我們都是能夠幫他做到檢測 那以至於他不會有一個空窗期呢 就去感染他的家人 或者如果他更加頑皮的話呢 就可能感染他身邊其他朋友了 那所以這一個呢 是我們希望能夠再走前一步 就做得比較緊密一些 關於何柏良醫生 就是他現在測試的一個化驗的機器呢 其實就是一個 比現在我們的化驗是方便一些的 他方便的意思呢 就是不需要那麼多用人手的程序呢 來去做化驗 那待會或者教授都可以說一下 就是現在我們在公共化驗室所做的那個化驗呢 都需要頗多的專業的化驗員呢 是做不同的工序才做到的 但是何柏良醫生所說的那個步呢 就是不需要的 就是他是直接把那些退疫呢 放在一個小盒裡 然後把這個小盒呢 就放在那個機器裡 那個機器呢 它會自傳自動 一個小時之後呢 就有報告是可以出來的 但是當然 就是所有這些機器 就是它有它的好處 也都有它的不好處的 所以我們呢 也都要很小心去做一些測試 那我就說 我相信香港大學 都是幫我們做這個測試呢 就看看這一部機器 那個可信性的程度是有多高 那麼如果在科學上 我們看到的數據都是相約的話呢 那麼我們都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可能性來的 價錢我就不知道了 那麼就 不過現在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在搶著 這些檢測的儀器 和它裡面所需要的那些化學品 那麼所以呢 就 我們能不能夠搶回來呢 都是另外一個疑問來的 但是至少 這個是其實現在整個政府 很多不同的部門呢 都一起合作 都是在做這件事的了 去世界各地那裏 就找不同這些測試的試劑 儀器 和技術 看看怎樣在香港 就是除了在政府裏面 在政府化驗室可以做之外 可不可以私人的化驗室 都能夠幫忙一起做呢 以至加大我們那個測試的能力 那不同的方法 我們都會去探討的 剛剛不是真的有提到呢 就說覺得有些事問題 就是可能有些事問題 可能有些事問題 可能有些事問題 就是有些事問題 就是這個對疫情的方式有些什麼 其實因為這個病毒 其實它不會認人的 就是無論你有錢沒有錢 無論你是聰明還是不聰明 它一樣都是會感染得到的 所以這個病毒 確實真的要求100%的市民 都是合作的 如果不是的話 因為特別我想大家都可以回意到 現在我們說的 越來越多是沒有徵狀的人士的 其實沒有徵狀的人士有兩批 有一批就是它整個感染的過程裏面 它都是沒有徵狀的 有一種就是其實它遲些都有徵狀 不過它未發 不過為什麼我們都要特別留意 第二批的人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研究顯示 有44%的感染 其實都是在它未發徵狀之前 已經感染到它身邊的人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是其實我們要在社區裏面 確實是會有一批的病人 其實它是沒有徵狀的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就真的更加需要有100%的市民 都是做足教授經常叫我們做的 戴口罩、守衛生、社區距離 這些社交距離 這些我們全部都要做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不會知道 究竟跟你一起吃飯 跟你一起唱Key 跟你一起喝酒 或者要去做Facial 其實它是不是就是其中我所講的 那兩種沒有徵狀的病者的其中一種 如果是的話 真是不幸運 無論你是什麼人 你都有機會是感染到的 所以我們真是很希望所有市民 真的能夠做足這些衛生的措施 再加上一點 我都很想在這裡再呼籲市民 如果你有任何傷風感冒的症狀 包括發燒、流鼻水、咳嗽 這些很普通的症狀 平日是的 我們香港人是很積極、特別工作 我們很努力的 就算有這些症狀 我們都會一樣去上班 一樣去見朋友 一樣去探家人 不過現在在這個疫情裡面 我們就不可以再做這件事了 所有有這些症狀的市民 其實立刻做兩件事 一件事不要離開自己的家 你唯一離開家就是去看醫生 現在我們在無論普通科診所 或者很多私家醫生 其實已經可以做這個測試了 我們都鼓勵市民 有這些症狀的話 就應該去做這個測試 以至於看看自己 會不會真的被這個新冠病毒感染 確實因為這個新冠病毒感染的情況 跟普通雙峰級是十分之相似的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件事 唯一我們做到這件事 我們才可以防止自己感染到 我們身邊最愛的家人和朋友 另外想問一下袁教授 是否有提到醫護人員 可能要有心準備重育 那些N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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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9 是否都有這樣試過 另外內地復工那方面 如果兩地的交往持續有的話 會不會擔心內地復工 那些內地人來到香港 會有第二波的問題 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第一波 是內地尤其是湖北省或者武漢回來 造成我們香港第一波的疫情 第二波疫情就是由歐洲、英國、美國回來 即是現在發生的疫情 將會可能有第三波出現 一定會是由於復工、復產 因而今天大家看到 在廣東省有五宗不明原因的個案 已經開始發生 那些很可能是因為 在美國或者其他地方 歐洲 省回到內地 我們所謂的疫苗輸入中國個案 開始 於是內地都有另外一波疫情會發生 現在只是廣東省 昨天都多了五宗 是不明原因的個案 所以因爲這樣 可能香港會有機會 完成第二波之後 第三波 調回到內地 又在內地 而這個循環會一直繼續下去 直至我們有有效疫苗 或者是我們那個群體免疫力 已經去到六、七十或七、八十 然後才會停止 第二個問題就是 第一個問題 你問的是關於N95 N95 其實在203年 SARS的時候 因爲我們都開始的時候 是不夠N95 我們進去病房的時候 我們每天都帶回我們自己的N95 進去之後出來 我們就用酒精 表面消毒了 然後就帶回袋 然後又走去第二個病房 又再離開 那時候我們都有這樣做 我不是說現在我們要這樣做 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隨著那個醫療物資 可能會越來越短缺的時候 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 可能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但是我覺得我們大家就不要這麼快 亂軍心 覺得很不行 不是這樣 現在這管局 他們的物資供應 仍然是充足的 仍然是接近有一兩個月的資源在 但是我們不敢擔保 因為現在那些國家不停地搶物資 於是跟著半年之後會怎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們永遠都有心理準備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消毒後從重 是一個可行的方案來的 在外國有民憲出了 也都有外國的專家是這樣做的 老師 剛才不是提到 可能在內地復工之外 可能有生日課 是否發生這件事的情況 意思是現在要實施這些 一些經濟的一些 制裁和整理措施 特別是當晚都很想問 這些行為去計算 可能有疫情 之前未來兩、三年都會計算 還有一些 所有這些措施 是隨著疫情的改變 都是會改變的 譬如我們舉個例 現在可能有些東西很嚴 很多食肆不准開 但是隨著如果我們的第二波 能夠真的控制下來 那為什麼不可以再開呢 一定可以再開 但是再開的時候 一定是要有些限制的 一些距離 裡面有多少人在一起 我們市民去到吃東西 一吃完就馬上要帶回口罩走 盡量是外賣等等 這些措施 仍然是會繼續的 但是就不會說 嚴重到完全不准開等等 這些全部我覺得都是 隨著疫症去改變 措施都會改變 現在往內地的關頭 那方面有些事情 一樣都是這樣 你看看外地的情況 譬如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可能你還要增加 但是如果慢慢就沒有了 你又可以減少一些 你已經說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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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說過 但是每個月的工作 都在開始 會進來的 特別是在廣東 地方 有很多人 都會進入廣東 的更多的人 又會進入廣東 而來個月 在這一個月 你會看 五個疫情 有不知能力 發生的 但是在这些时候,我认为这些关键的关键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这些关键,我们需要把关键的关键 但是在这些时间上,我们需要整个关键的关键 但是在这些时间上,我认为这些关键和关键的关键 我们要准备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要准备的关键 但是也许不在近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相信有必要助于 有免疫情的 因为它的他这些型 cessation 提到很多占颜色的问题 也许多做一些 Any sebelum 你说这个多个问题 也许多的不能说 这种信息 但是也许多的说是能够带解决考啊 看美国ouanz的问题 我认为要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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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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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除了這些廣告的測試,我並不認為Schooling可以開始 就是那個檢驗期都是越來越了 如果那個感染數字都依然是 始終是降低的話 那個感染數字也降低的話 你就會不會意味著 那個疫情也算是控制的 我當然希望繼續這樣下去 就是回復單位數字 每一天只有一兩單就最好了 就是你回到之前的情況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真的覺得考試那些應該不是問題 至於復課那些 考試那些都好 最重要是你之前的準備功夫 你是不是準備得夠呢 你那些學生他們那個坐位的距離 可不可以呢 他們那裡室內的空氣 那個流載量夠不夠呢 他們吃飯去廁所的時候 那些感染控制措施做不做得到呢 他們進來的時候做那些健康申報 一早在網上健康申報或者進來 探熱那些做成怎樣呢 你有沒有足夠的消毒劑 給他們做酒精搓手液 然後才讓他們坐下 所有的準備功夫是很重要的 我經常都說 無論你是學校好 你工作單位好 每一個單位都應該有一個感染控制的主任 就是每一個同事上班進去辦公室之前 你真的看清楚那個體溫 要他申報了他有沒有不舒服 還有要他真的做了酒精搓手 加上查清楚是不是戴好口罩 才好讓他回到工作崗位裡面 或者回到學校裡面 如果你做足這些 還有阻止到他們不要脫了口罩 在茶房那裡吃東西聊天 如果你吃東西聊天 你拿杯咖啡拿些食物 坐在你的位置那裡吃 向著牆壁 就不要大家互相交換口水 這樣的話 其實你復工復課全部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一定要準備得夠 你然後才會這樣做 還有永遠都是一步步來 你每一樣復工之後 跟著復大學之後 跟著中學之後 你要看著那個疫情的變化 然後作出相應的決定 這樣才對 OK 好 有一個問題 關於病毒藥 因為有很多問題 關於病毒藥的傷害 關於病毒藥的病毒藥 如果政府有任何問題 關於病毒藥的病毒藥 建立在病毒藥的人 或是接種高的病毒藥 或是有些高危機的病毒藥 灰毒藥的病毒藥 其實我認為 政府會看著非常關於病毒藥的情況 在日常的情況 每天天 如果要是新鮮 政府來自治藥的 法治藥的 能够做的力量 所以我们会检查 我们会检查 很准备 如果需要 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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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现在的危险 但是 我们没有 很多疫情 在其他地区 我们仍然有点 时间 去观察和观察 好 谢谢 谢谢